以前特别喜欢写日记 不管发生啥都往日记里写 每次写完就藏抽屉里 还以为爸妈不知道 直到有一次我把自己数学考60多分写到日记里 只有第二天就莫名挨了针打 后来又把弄坏家里电视机的事情写到日记里 那天晚上连饭都没有得吃 还要我给电视机首页 终于意识到爸妈肯定偷看我的日记了 但好在恼羞成怒的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硬碰不是办法 既然他们那么喜欢看就让他们看个够 是我开始在日记里胡编乱造 什么好人好事感恩父母伟大梦想通通安排上 之后我的零花钱就从一毛涨到了五毛 每当自己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写 自己努力学习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对不起父母 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当天晚上本来应该挨一顿毒打的我 吃晚饭的时候爸妈使劲给我夹菜 还对我说失败是成功他妈 我已经够努力了 下次肯定能取得好成绩的 而我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会在日记里写同学都有 但是我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 我不能成为他们的负担 第二天爸妈就会主动给我买回来了 久而久之这本日记简直成了我的愿望清单 写啥有啥 渐渐的我开始膨胀了 有次请了几天假 每天准点出去玩 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写自己 今天又学了好多知识 但是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 这天出门后班主任居然来我家 问我爸为什么我最近没来上课 而且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 我爸一脸震惊的说 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 结果老师就当着我爸的面打给了他 我爸来电显示了四个大字 诈骗电话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爸面色阴沉 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顿时呼气一震 我脸上还是镇定自若 随便编了几个故事 我就赶紧回到了房间 打开日记本 发现里面写着几个大字 出来挨打 那天晚上我差点